21个上帝降临到了地球上 分散进入到15亿个家庭中 即将开始享受他们那仅剩几个世纪的晚年时光 由于上帝是带着财产来的 人类社会锣鼓宣天鞭炮其名地欢迎他们 人们相信上帝带来的超级科技 一定会让人类文明快速进入那个世世代代梦想中的天堂 上帝们进入到一个个人类家庭 融入到这个童年文明的社会中 他们仿佛回到了自己文明的童年 他们感受到了那早已忘却的家庭温暖 他们享受了一年的幸福生活 但也仅仅只有一年 上帝和人类的蜜月就结束了 首先人类的天堂美梦破碎了 上帝送给人类的那些科技 曾让各国首脑高兴地冒脾气泡 可翻开看来看都傻眼了 没有一个能用的 至少对这一代人来说完全用不上 人类当前最渴望的技术 当然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技术 但是上帝文明的能源都来自反物质湮灭 就算按照他们的技术资料 人类制造出了反物质湮灭发动机 也是白打 因为人类搞不到反物质 根据上帝资料的记载 距离地球最近的反物质矿层 在55万光年之遥的银河系外围 而想要去那里挖矿 就必须掌握亚光速航行技术 但这项技术又涉及所有学科 翻开着每一学科的知识 都让人类眼前一黑 科学家们想翻一翻看 有没有比较落后的技术 比如可控核聚变技术 但一无所获 其实这很好理解 人类现代能源科学中 一定不会收入钻木取火的技术 在其他科学领域也是一样的 比如生命科学 人们希望从中找到人类长生的秘密 然后发现这些技术 不是能否实现的问题 而是根本看不懂 人类科学和上帝科学的理论距离 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而那些来到地球的上帝们 只会坐在小区门口 晒晒太阳 下下象棋 根本无法给科学家提供任何帮助 他们中间连会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人 都很少了 现在的人类就像一群刚入学的小学生 而领到手的课本里 却都是博士论文 科学家们除了互相翻翻白眼 什么也做不了 其次人类养活不起了 地球上突然增加了20亿人口 而且这些人都是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超老人 其中大半和疾病缠身 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医疗和其他公共设施已经不堪重负 各国政府还要付给每个接受上帝的家庭 一笔可观的赡养费 世界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最后民众的态度也在改变 经过一年的相处 人们发现 所谓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些平平无奇的老人 最初的静养也在渐渐消失 而在利用上帝科技进入天堂的美梦破碎以后 人们对上帝的最后一次敬畏也消失了 甚至生出了怜悯和厌恶 再加上这些老上帝的夕阳还要再哄几个世纪 人们累死累活的给他们养老 结果自己先死了 儿子孙子还得继续养老 一时间人们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给谁养老 于是一些家庭开始苛扣上帝的赡养费和医疗费 甚至打骂虐待上帝 逼得有些上帝跑去跳河寻短见 而更多的上帝则选择离家出走 在野外的检疫帐篷里度日 或者重新开始在城市中流浪 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终于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而最让上帝无法忍受的是 他们所创造的人类竟然开始可怜他们 这是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文明无法接受的 上帝决定离开 那两万多艘飞船重新小心翼翼的停泊在地球同步轨道上 垂下了无数条蛛丝一样的太空电梯 开始接走在地球上生活了一年多的二十亿上帝 领走时上帝表达了对人类一年多照顾的感谢 并嘱咐人类一定要飞出去 尽最大的力量向外飞飞得越远越好 这样要花很多钱要死很多人 但一定要飞出去 任何文明待在他诞生的世界不懂就等于自杀 最后上帝告诉人类一个天大的秘密 你们有兄弟 不错地球不是独一无二的 上帝文明曾在六个星球上撒下了种子 培育出了六个人类文明 其中两个已经被其他兄弟毁灭 现在作为牢妖的地球 已经被他的三个哥哥盯上了 这将是一场生死赛跑 兄弟四个谁最先能够接近光速航行 谁就最先突破了时空禁锢 谁就是最后的幸存者 稍慢一步的必死无疑 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关于哥哥文明的故事 下个视频赡养人类中再说 一个星期后 最后一艘外星飞船从地球的视野中消失了 上帝走了